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此事的消息宣布之前 就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呢 是聚集在白金汉宫前来为女王祈福 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看到非常惊奇的是 当下天空出现了两道巨大彩虹 您可以看到民众是齐聚白金汉宫前 自发的唱起国歌天佑女王 那么此时呢原本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突然是阳光露脸还出现了两道彩虹 时间点就刚好落在皇室宣布死讯之前 那么有不少人当下是希望这是预告女王健康好转 不过有人是认为这是女王越过彩虹桥 另一座彩虹代表去年过世的菲利普亲王 随后在当地时间傍晚六点半左右 皇室就已经宣布了女王此事的消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